你好欢迎收看10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燕如 花莲县府与新北市政府 今天在新北市政府大楼礼堂举办 2024花莲观光旅游推广会 集结了花莲县内的旅宿办手礼店家等相关的产业 涉滩推广行销 而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出席为推广会站台 用具体行动支持花莲观光 期盼带动更多的新北市朋友们前往花莲来旅游 代表现场许正会出席的副现场袁新章表示 感谢新北市政府与业者的支持协助 花莲不只只有太鲁阁 先进入从南到北 纵长超过百公里 有好山好水无污染的优势条件 幸福更长期重视观光与新发展 这次花莲在旅游业者积极参与 与新北的观光业者有更多机会来互动 是大家悠心的流行 新北市有四百零五万 还有长久四百五十万人 知识上无意长久住在新北市 所以说我知道新北市有这个实力 同时市长也一直支持我们花莲 所以花莲绝对不会提供 绝对会很快的付出 所以说今天的推荐会 感谢市长也感谢所有的董事长 所有的集数所长 也感谢业界的所有的董事长 花莲靠你们 所以说刚才市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花莲展开双臂 欢迎所有的贵面 所有的董事长到花莲 市长侯有在推广当中 向大家推荐 花莲拥有独特的东海岸自然资源 他文化领域目的地 他在今年发业到花莲访财的时候 也遇到许多新北市民 以时的行动 支持花莲来留 我们会帮忙去一下 自为给教育局交代 营养午餐 有些用的食材 尽量取得花莲的食材 包括我们的五宿业 我们也经常说大家建教 大概互相合作 彼此能够安排 海北跟新北跟花莲 一起共同游一个旅游的形成 这些都希望 西北市尽力之力 能够帮助花莲 能够再度回到当年风华的领域 引起更多的取民和好地 欢迎出场余明新在推广当中 也介绍花莲接下来的旅游 优质资讯以及大型活动 并表示 花莲的秋冬观光活动特别丰富 想要泡暖暖的温泉洗滴心灵 绝对不能错过 10月19号到12月1号的 瑞州温泉区 以及玉里安同温泉区的 2024花莲太平洋温泉季 达到东台湾独特 花莲好汤品牌 以及全国最美的两泉奇美 自行车道 另外县府积极推动 花莲南区亮点 以健康养生 疗愈规划出 温泉专车旅程 也欢迎全国乡亲把握机会 提早规划 来花莲享受最健康 养生疗愈的有期之旅 记得请问新北施购导